卡瓢汁好久没有做特调咖啡了 那今天呢我想用冷脆基底来做一些咖啡的饮料 那首先呢做冷脆咖啡就这么几种方式 用冰滴壶滴的 那另外呢用冷泡壶泡的 那如果这两种器具都没有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把粉膜了泡在这个玻璃杯里边 然后泡好了之后呢可以再过滤出来就可以喝 那冷脆咖啡呢其实它更适合做特调的咖啡 如果你们去外边的一些咖啡馆啊 他们有很多做特调咖啡的都使用这种冷脆的咖啡 是因为它做出来的咖啡呢味道干净度更高 也很醇厚 它跟水果还有一些糖浆啊气泡水啊各种食材搭配起来 做饮料也会更融合 好我先把这个过滤出来 那今天呢我们用到的冷脆咖啡是我们新上线的这款冰果果 这个冷脆的咖啡豆来制作 那这个咖啡豆呢是用到了肯尼亚 爱塞尔比亚还有哥伦比亚这三个产地 那三个产地呢都是有着非常非常优质的酸质 果酸很适合做那种冷泡的咖啡 那冷脆咖啡这个研磨度啊大家要在意一下 比手冲的咖啡的研磨度要稍微的粗一些 就比如我们用钛磨的雕刻夹做手冲是用到8的话 那么做冷脆的咖啡呢我们大概会用到10左右 那冷泡的时间呢在4到6个小时之间 泡的时间越久 那萃取出来的咖啡的物质就会越多 口感也会相对更加的厚实 所以说如果你想喝轻盈一点的冷泡咖啡 那你就可以泡的时间短一点 如果你要想喝厚实一些的 那你就可以泡的时间更久一些 今天呢我想用我们的这款冷泡咖啡 来做几款特调的咖啡 原策略也很简单 制作步骤呢也不复杂 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边来操作 第一款呢我想做一杯酒酿气泡冷脆 我会用到这个酒酿 这个酒酿呢你可以买一些 稍微粘稠一点 超市里边也很好买 品牌也蛮多的酒酿呢 我会用到大概50克 那接下来呢我会用 气泡水机来做一个气泡水 酒酿气泡就做好了 酒酿气泡就做好了 这种明亮的咖啡的味道 上面可以再加一点点装饰 桂花碎啊或者是干果片啊 放在这个上面作为装饰 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款咖啡 我们用冷脆咖啡 再加酸奶和一些芒果酱 我会先加大概10-20克的芒果 我会先加大概10-20克的芒果 这是芒果的果酱 然后接下来呢一瓶酸奶 好那最后再加冷脆咖啡 有的小伙伴说那这个喝该怎么喝 这个可以边吃边喝 哇这个喝起来就像是一个芒果咖啡味的优格一样 哇真不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来制作第三款 第三款呢我会用到菠萝汁 气泡水 然后还有冷脆咖啡 做一个气泡菠萝 先加冰块 接下来菠萝汁 气泡水 最后再加入我们的冷脆咖啡 最后再放一片菠萝做一个装饰 气泡菠萝就完成了 搅拌均匀喝喝看 哇我觉得最后这一杯才是盛夏的味道啊 瞬间感觉像是去到了海南或者是去到了泰国 哇另外呢冷脆咖啡 在这三杯特调咖啡里边呢 它一点都不抢食材的味道 真的融合的非常好 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咖啡馆啊 研究特调咖啡的呀 他们都喜欢用这种冷脆的咖啡来做特调 因为真的是特别的融合 那今天的这三杯用冷脆咖啡做的居家的特调咖啡 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趁着夏天这段时间可以在家里面再做一做 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Coffice Not Series for Life Cheers